中共管理这个国家从这个中共建政以来 它已经切换了许多个版本 那么很多人把现在我们遭遇到的这种情况 与文革相连一些 这是一种习惯 为什么讲说习惯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跟文革是一样的 它先打击所有的中国进步的力量 或者说敢说话的人 文革之前也是这样 对吧 它先打掉敢于干涉中共对中国管理的这些人群 就是说敢说话的知识文字 把你打掉之后 它再打掉乡间的宗族市 现在它打击这个农村 是吧 郊区 郊集合部的这些黑恶势力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它只是想维持中共从上到下 一杆的统道地带 这种管理模式 它要严密的控制住整个社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一个社会 它是不出现黑色地带 或者叫灰色地带的 中国向来是一个情理法的社会 默认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种现状 就是官民之间的 这种默认的状况 在中国它是几千年来的一种中国文化 它已经分身低估了 就有一些是跪官方管的 有一些是有相规名曰 它是有一些士绅 祖老的势力 在背后 做着一些评判 现在 背后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看不见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利益的结合体 它们相当的强大 因为它们互相攀扯在一起 你根本就分解不开 甚至你都找不到线头在哪 中共从这个 华国锋和邓小平连续的两次政变 就可以看出 它们一直在借用 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它们从来 就不想完全依照毛泽东的道路去走 那么好了 那里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也成了 对不对 换了几次 从蛤蟆开始搞这个 闷声发大财 到这个面摊 要做两手打算 一直到西方 好了 它现在属于 吃了迷幻剂了 它要挑战整个世界的规则 现在一顿 拳打脚踢 给凑回来 又是要在欧洲突破 是吧 又是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最后在全球范围内 它唯一能获得和解的 还是美国 又求到美国了 这谈判的第九轮了吧 下面第十轮 是吧 哪一轮能够有结果呢 不知道 光听说四周以后 会有好结果 好的消息 是吧 是会有一个伟大的协议 这种话已经听了很多次了 有一些消息 甚至说到六月份才能产生结果 即便我们看到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它是一个休战 是吧 真的休战了吗 我们看到 每一个国家都在出台政策 你不管是澳大利亚也好 德国也好 是吧 甚至法国 意大利都属于那种 糖衣吃掉 炮弹不要了 你还能在哪儿找到突破口呢 对不对 你找不到突破口 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 你的经济被快速的 渐进式的削弱 而且不断的在削弱中 你在世界经济 体重的位置 越来越小 越来越站到边缘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未来在这个世界中 你能发话 你能体现你自己价值的地方 就越来越少 对不对 那中国呢 又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的密集体 它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中国首先这么多人要吃饭 是吧 你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 那个都可以放一放 他可以把这种路火压在心底 那么中国人如果要吃不饱呢 如果要吃不饱 还会有人跟着你跑吗 对不对 中国历来是民以食为天 中国的耕地从来就不够 现在被这个全国的这个官员要政治 搞了十几年 稍微临近 交通发达一些的地方 都被开发完了 龙田被变为工业区 那么工业 现在你在全球范围内 得不到更多的机会 原先设置的这些工业园就黄了 甚至我们看到大型城市中的商业铺面 都已经出租谷调了 这显示出来什么呢 就是国企以外 民间企业 他不愿意扩大投资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服务业 是吧 百货公司 饭店 旅游业 他都是服务业 制造业 或者说民企 发展的 他是跟着你赚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第三产业才能拉动起来 你现在第二产业就黄了 何来第三产业呢 对不对 你说我们要降低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那你不如搞蓄力经济了 对吧 蓄力经济早就搞黄了 是不是 你能发展成什么 你以为你是大英帝国啊 他能玩高科技 他能玩蓄力经济 他能玩高附加值的东西 你能玩吗 你有那个底蕴吗 在世界金融行业中 没有学会走 就要领跑了 就中国一位 是吧 最后还完了 你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自身的经济 就是外国的金融专家 就美国的银行家 帮你理 你都理不顺了 就你这样的情况 你还想玩这些 蓄力经济 你玩不转 那你就玩实体 玩实体 农业也没有足够的根地 更不要说种子了 对吧 中国无论是素菜 还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主粮 中国种子 自由品牌的债业率 不到50% 素菜早就 被外方占领了 对不对 素菜种子 国产比例 早就不到50% 那么主要的农产品 在全国范围内的 从这个普及率上来看 有一些单个的品种 70% 都是由外方公司 来提供总得的 一旦人家跟你产生问题 依据对方公司 本国法律的规定 它就不能再与中共 进行冒陵 那你对总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就要出现人道危机 培育新的种子 它是需要时间的 而龙作股是每一年 每一季 都不能塌 它有波动的时间 好了 你把这些问题都取消掉 你说 涉及到这个人道危机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过程 是吧 行 制造业 制造业现在赖以支撑的 唯一靠谱一点 又回到乡镇企业 全都产品 白菜价卖的资源 所有中国政府预想的 以往玩的很好的 这些外向型企业 都在被说 我们天天能看到 大型的 著名的 甚至500强的公司 正在撤离中国 是吧 麦当劳肯德基已经走了 麦当劳也在卖 连亚马逊这样 在中国投入不大的 500强公司 都在撤离 唯一听到的一个好处 就是谷歌要回来 是吧 因为美国法律的 这个追究国会的听证 所以暂时又被遏制住了 这个消息是传到一半 没进行下去 中国能不能拉到更多的企业 进入中国 这是一个 不用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能够进入中国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 那种草家 国际草家 真正在中国能够 进产行人 扩大制造业 扩大在中国的投入 我们根本没看到 近两年都没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回来的资金 都是中方在国外的投资 全部切换成外汇 又回流到中国 那么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这些人 有多少呢 他是有限的 对吧 你不是无限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一次性的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在出售自己的股份 他们到最后 到今年2019年的年末 最迟到2020年的2月份 就是春节之前 他们甚至要卖掉自己的房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转移自己资产的过程中 他不能住到旅馆去 对不对 那么他资产转移的差不多了 他所有在国外曾经拥有的一切 都变成现金 用回中国了 那他最后是不是要卖房子 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他们最后卖的是房子 他们现在卖的是股份 卖的是他们曾经的合约 为什么这些人要回去 一个是中国政府让他们回去 第二个 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背后支撑他们 继续玩他们 曾经在国外玩的游戏 他们就慌了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 中资在国外的一些扩张 他背后都是有国家作为支撑 那么如果说他背后的中资 就是政府的背景 被显现出来了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 他们其实是相当危险 他们只能往回撤 在西方国家没有追究他们的经济责任之前 他们还是有可能撤回去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 都在出售自己的资产 甚至有很多曾经是良性的资产 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原先的一些前客 他们在国外 他们唯一能挣钱的就是中国企业 往外走的过程中间需要的一些当地服务 那么由各个权贵集团指定 在当地有他们信得过的人 那么中资出来以后 就必须要找他们去服务 钱不钱呢 他们都无所谓 对不对 也不要谈什么性价比 是不是 这种情况很多 但是中共一旦要升回 已经派往全世界的这些触角 那么他们就无法维持 以往的挣钱的这种模式 如果让他们真正在国际社会中 像一个正常的企业一样 发展的话 可以说这些官二代 这些白手套 基本上都会被伤害 淹死 所以他们只能往回撤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回流的 所谓的这种外字 它其实都是中字 而且呢 它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所谓的空窗期 中美之间的这种 被默认的一个和平时期 相当短 估计也就到年底 无论中美之间的协议 什么时候达成 它都有一个制和性 双方四概念 是要有一个过程 没有突发的时间 我们看不到 双方的决绝 那么也就意味着 未来几个月 可能双方还是在这样 不断的出台相互的报复 是吧 中方 不许这个美方的学者 进入中国实际 了解中国的 社会变化 那么美方就宣布 取消中国学者 研究美国问题的 甚至美国问题研究所的 这些研究员 他都不给你来美国 对吧 所有的这些报复性的手段 他是在逐渐的升级的 但是他最终 总是要有一个时间 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2019年的年底 是双方最后摊牌的一个时间 到这个时候 即便双方的政府 没有明确的把对方 视为对手 但是出台的政策 已经可以告诉大家 对手已经明确了 所以我们不要 要对最近几个月 发生的政策上的调整 抱有太大的幻想 这个趋势 不太可能转变 希望大家能够正视 好 谢谢大家 再见